喂, 回來了 今天的聲音好像一般 OK, 不好意思 關掉了 回來了 5月24日的香港武格仔 剛剛我們就 做了 終於出了Event 先宣傳一下 我們就是接下來 接下來 5月13日 已經開始有朋友陸續報名 我們開台一周年 差不多一周年 未滿一周年 其實只差兩天 但是差不多也算是 這個一周年望聚 我希望是一個系列去搞 第一炮 一周年望聚第一炮 我們就在英姐兵室 到6月 我們也會選一個 會在近駐倫敦 會在New Morden 那邊 很多香港人居住 例如Kingston 下面 會在歐羅農場 跟榮哥 他們會搞一個網聚 我們先講這個 5月13日 會去到英姐兵室 會搞網聚 我們在費用上自費 自己喜歡叫什麼就叫什麼 那兩個小時內 希望大家盡興 我們一貫搞網聚 都不會賺錢 雖然我們自己是主辦單戶 我們純粹是跟網友同樂 其實是 同時希望可以幫忙宣傳一下 有心的黃店 香港人搞的食肆 希望開到整行城市 起碼令香港人的飲食 就在英國裡面佔一席位 好像印度一樣 這個很鼓舞 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 但名額來講 就不會說很多 你現在看到一個鏡頭 都差不多看完 其實就是這麼大 一個卡位 大概是30多人 但其實我們在旁邊 都有一間 珍珠奶茶店 到時我們可以開到那邊 其實我們今早 即英國時間今早 我們都播出了 就跟英姐的訪問 原來英姐也有很多粉絲 當然 她開了YouTube頻道 甚至說她像某個歌手 我忘記了那個女團名是什麼 像某個歌手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就覺得英姐的樣子 軟體有點像楊詩琦 其實是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給什麼金名 你這麼說 楊詩琦 雖然就不是很老禮 但是 外表來說 外表來說 不是說樣子 不是說性格 或者遭遇 那些什麼 兩回事 至少 你看到她也是美女 可以看到她也是美女 英姐也是 希望到其時見到大家 大家想了解一下 可以看看我們今早 即英國時間今早 訪談舞格仔 也叫黃店自由行 就訪問八明漢的英姐冰室 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話 看看她的什麼強項 做什麼好吃的話 可以自己去留意一下 我們也都宣傳了 其實也可以我們遲些 就跟她夾一下 看看有什麼 一些名菜 你說這麼多人的時候 難得這麼多人 我們是不是可以 想多一些 她拿手的一些好菜 去招呼大家 其實費用都是那句 都是自費 我們直接給英姐 我們是中間不收錢 不要過我們手 我們不收錢 因為搞網聚 永遠講錢是最麻煩的 有什麼收會員費 收報名費 要確認這些 我們沒有那麼多人 去搞Admin 總之就是希望大家開開心心 在一周年的網聚 就看到大家不同的網友 好了 回到來了 昨天應該是前日 前日 前日就是輪馬 但是同時間 輪馬是昨天 但是同時間 也是倫敦 聲援 47人 手足的遊行 其實是集會 搞不起遊行 因為我們看過那張文宣 都是寫遊行的 所以我只是這樣說 其實她的遊行 都可以這樣說 你說遊行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集會的環節 主要就是物站 好像有拍到一些照片 有些人都是 我在IG看到 Benson Benson去了 Benson去了 我們看一下 這些照片 也有些人 也不少人 你看下去也 如果你說看照片 都算是這樣的 因為昨天是輪馬的日子 又撞著下雨 你看到地下濕濕的 是啊 你看到 在London Bridge那裡 近著國會大廈那邊 其實就在那邊集會 剛剛站在橋上 一邊就搞輪馬 一邊就有香港人集會 當然難免就會有些人 其實就會分散了注意力 但是起碼你都見到 不少人去參與去聲援 因為其實整個輪馬 其實原來我發覺 都幾多香港人去聲援 不是說聲援 剛才我們說47人案 是支持香港的朋友 因為我們雷丁這邊 跑酷 其實都有人去參賽 也都有一些街坊 其實是組織了一些街站 去支持 其實你 你輪到馬拉松 難得一連一次 然後你又是來自 當然輪到馬拉松 是全球六大 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 馬拉松活動 但是同時間 亦都是很多香港人 是全英國各地 都湧去參與的 你始終 如你所說 世界六大 最大最受歡迎的地方 那你自然 是會多人參與 也都 撞正 這個香港人集會 就真的沒有辦法 時間 嗯嗯嗯 但是 香港人關注些什麼呢 香港人竟然關注一個 磨碌去參加 因為有朋友 報料報告給我聽 就是阿滴致遠 89 加1 他是唯一一個 在議會裏面的民主派 是啊 他也都說過 為了要完成這個人生的規劃 所以 冒著被六八九罵都要走 沒錯 哈哈 那他什麼成績 六個小時四十六分鐘 大哥 如果這個時間來講 究竟我們 以前行哪裏 我們好像行 鬼手都行不到 不是 鬼手我們行十二個小時 是很廢的 是 但是你六個小時四十六分 完成一個輪馬 究竟是什麼概念呢 如果大家 跑開的 或者嘗試挑戰的 大家都知道 什麼一回事 因為一般人來說 如果你有操練過一下 大概四五個小時 如果你操練過半年至一年之間 一般人 其實你都 正常 體能正常的人 如果你真是很有心 很決心去操練的話 我想五個小時上下 以我的成績計 就是我半馬的成績計 我就是兩個小時十九分 如果他成開的話 剛剛好 就只操練五個小時 左右 現在 迪志遠 成績是六分 六小時四十六分 我就是練了一年都沒有 大概九個月左右 但是迪志遠 他就是由六十歲 練到現在 操練到現在六十五歲 操練了五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有什麼成績 5K 都花了三十八分鐘 這真的是 你真是 你好意思貼出來 但是你要這樣想 他要捱 四十二點五公里 是一個很惡心的事 他這個年紀 是嗎 也不是太大 也不是太大 他的期限 都是四十五至六十九 他自己要完成六大滿貫 所謂六大滿貫 就是世界六大馬拉松賽事 倫敦是一個 然後波士頓 還有紐約 我還不太記得 我還不太記得 至少美國境內也有兩個 其實是 然後有一個柏林 總之加起來有六個 我記得還有一個東京 是 東京 亞洲只有一個 但是 如果你看成績來說 一般 如果你在香港 有些人就這樣說 如果他這些 你看些人是怎樣去串 幸好沒有跑大 如果不是要播國歌 平程議論 如果你說 馬拉松要播國歌的話 我想每年都要播 埃塞俄比亞國歌 埃塞俄比亞 或者肯亞國歌 今年肯亞贏第一 和第二 包覽第一和第二 但一向都是這兩個國家 差不多贏了 但是 如果你說英國 英國是主場 英國佔 如果你說頭二十四 是超過一半 我剛才不斷數過 也有十五個 好像都有 澳洲只有一個 然後你看到 頭二十四個 是一個亞洲都沒有 但是一個亞洲都沒有 你說亞洲人真的很不行 我們就很關注香港人 香港人來說 敵志遠當然是廢 但是另外一個 就是香港之光 黃雲俊 但是他贊助商是什麼 安答 他是李寧來的 李寧 這個真的不太好看 但又這麼說 你找到贊助商已經很不錯 因為始終 你說這些運動 是全世界都關注 競爭很大 如果你不是很出淚拔稅 其實很難拿到贊助 兩個小時十九分 這個是剛剛很快 過我的半馬二十秒左右 但是人家在跑你雙倍 是的 跑我雙倍 42.5 雙倍的速度 其實就是 我跑半馬的速度 就等於他跑全馬的速度 所以挺厲害 但是如果你跟敵志遠比的話 你也不可以這樣比 你想想他幾歲 現在他幾歲 這個有沒有三十歲 我也不知道 但是其實王韻晉 其實真的很厲害 那天是從2019年到現在 如果計算四年 四年裏 十七歲九六年出生的 真的厲害 十次打破自己 以及打破香港的成績 他對上的成績 應該是前年的 一個是王韻晉 另外一個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但是你看回他的成績 其實都是從2019年到2023年 他一足足在四年裏 快了十分鐘 其實真的不容易 你說我們這些水平 就是初學者這些 那個進步的空間可以很大 但是這些精英組別 可以在四年裏 進步十分鐘 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如果有看一些體育漫畫 那些足球漫畫 尤其是你看《衝鋒21》 他也說過 其實你用一年裏 去將自己的衝刺力 加強兩秒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很難的 即是每秒都可以 而他贏上次的紀錄保持者 那個是阿紀家文 其實是贏一分鐘都沒有 我記得是 一分鐘都沒有 但是現在你看他的成績 就是所謂兩個小時 十九分 十六秒 雖然他現在 他跟輪馬是同一個比賽 他參賽的賽事 其實是德國來的 德國漢堡 德國漢堡不是六大 但是他的成績是非常之高 非常之厲害 如果你看 他的成績 真的是二十六 是全賽事二十六 但是你看 以國家去比較的話 這些全部是肯亞這些 巴西 這些中南美洲 原來中南美洲幾多 跟著歐洲 這些 一個亞洲國家都沒有 你只是說 亞洲來說 第一個就是香港 即是你說是 今期那個參賽者 你再看後面 後面有沒有亞洲 一個亞洲國家都沒有 真的 日本都沒有 以往日本都很厲害 日本 你村內休輝 也有網友說 村內休輝 大筆傑去哪裏 大筆傑去哪裏 或者他們就集中 去東京馬拉松 可能是 他留在自己主場跑 但是如果你就這樣 以下 四月二十三號 兩個大賽去計算的話 以 黃俊穩錦的成績 二一九一六 二一九一六 OK 我先看 二一九一六 OK 拉下來 哎呀 這是頭十個jack 我再看這裏 這裏就是倫敦馬 一吵 二一九一六 你看 已經是跑到輪馬的二十二了 是吧 但你看一下輪馬的 這裡 肯呀肯呀 有沒有亞洲 都是沒有亞洲 全部一直下 你從十四到二十二 都是英國的 一個亞洲 如果以昨天這樣計算兩大賽事 就是同一天 真的起碼 黃俊穩 真的可以叫做亞洲第一 黃雲俊 黃雲俊 是的 這樣就叫做亞洲第一 其實都是非常值得驕傲的 但是誰呢 秋水王 哪個局長 黃雲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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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雲俊 楊雲俊 楊雲俊有沒有出來 這是公司的 因為田總說 現在就等確認 為什麼很確認 其實 這個成績還不是確認嗎 這是大會紀錄 大會紀錄 你等什麼呢 現在是不是要檢查他 是不是先播錯國歌 最重要的是 檢查他有沒有播錯國歌 或者要看回VR 看看他究竟 有沒有秒嘴秒善 有沒有做出一些 蝕促國家的行為 或者有沒有亨榮光 對 有沒有亨榮光 有沒有就是 有肉國體 最重要的這些事情 什麼成績不重要 現在似乎是 是不是 田總你現在確認什麼 就是好像你剛才說 田總現在是不是 看VR 還有一些 就是毛利拉耕的事情 是不是 這些是不是 非常之無聊 其實 亞洲最強 你還想怎樣 亞洲最強 亞洲最強 真的 那當然 他們沒有很多 日韓的選手 走過來爭食 所以 黃穩進 就成為了 今屆的亞洲最強 是 都開心 都開心 有沒有人可以補充一下 日韓選手 其實他們的成績 其實是 究竟差多遠 如果你說剛才 和日本的大國手 比較的話 是吧 起碼你剛才看到 你倫敦 倫馬 和漢馬 漢馬 漢馬 其實 你亞洲的選手 不要說亞洲選手 你跑到頭25名 都很厲害 輪馬22 是不是 大碧傑 2020年 東京馬拉松的紀錄 是說 2個小時 5分29秒 那差很遠 差14分鐘 真的很遠 所以說 沒有日韓的選手 走過來爭食 例如大碧傑 這個紀錄 真的很厲害 是呀 是呀 恭喜黃雲俊 雖然他 贊助他 那個贊助商 就不是很 我們不是太喜歡 我們是不喜歡的 但是 起碼他是代表香港人 贏到一個這樣的 薯榮 亦都打破了香港的紀錄 好像是 你對上一次也是 但他自己都很大方 他在IG出帖 他都說 紀錄 就會是用來打破的 所以 我就覺得 我自己這個紀錄 就不會保持著很久 其實都是 一定的謙虛的心情 其實都是 是 這些已經算是 叫做 我們可以接觸到的 一個運動 我們知道 早兩個月才說 香港真是 最恐怖的 那隻 TNF-100 四敬連酒 那群人 就真是玩命 是呀 另外 那些 又是 喊打喊殺 國安法的事情 是 接下來 五一 就很接近 五一 來講 職工民的前成員 一個就是 前主席 黃乃元 和前幹事 杜振浩 是的 在這個月的月頭 大概4月12日 就是入址申請了 在五一遊行 遇到大約一百人左右 他們提出一個要求 就是絕對不可以 藍狗牌的 有跑友 跟我說 村內休暉 昨天輪馬第十一 但剛才我看不到 就是 看看先 補充先 這個很重要 第十一 咦 但是 為甚麼是USA Frank Nara 他現在是國籍 是入了美國國籍 不是 村內休暉 怎麼會是 村內休暉 是靠阿烏池 是啊 沒有啊 暫時見不到Japan 不見 這個是 我現在在 那個 WorldTrack 看到的 Anyway 好了 繼續